金玉和许念念柔情蜜意地互相对视着 小宝宝突然又踢了许念念一脚 而且还踢得贼重 许念念惊呼一声 肚子都被踢疼了 怎么了 金玉惊弓之鸟一样 紧张地扶着她 没事 许念念好笑地摸着肚皮 对金玉说 宝宝好像很喜欢你 你在的时候 她动静最大 被踢着一下 许念念倒也没有多疼 只是因为太过突然 才会叫出声 看见她没事 金玉松了口气 看着许念念圆滚滚地肚皮 突然怎么看 怎么不顺眼 这个小家伙 还没出来就知道欺负她媳妇 回头分娩那会儿 还不得咳着劲地折腾啊 你摸摸 许念念拉着她的手 附在肚皮上 让她感受宝宝的动静 金玉的手刚上去 宝宝就像在里面 安了个弹簧腿 接着踢了四次 这小家伙 被接着踢了四下 金玉挑眉 眼底闪过一丝笑意 这准是个皮小子 女儿不可能那么皮 她家念念多娇气啊 生了女儿肯定像她 小家伙就像跟她作对似的 她才想着要收拾小家伙 小家伙就隔着肚皮 又连贴了几次 呀 许念念轻呼一声 金玉赶紧把手放开 宝宝踢的次数太多了 许念念还真怀疑 金玉说中了 生出来可能就是个皮小子 当天晚上 许念念就做了一个梦 梦里来了一个小娃娃 小娃娃胖成个球 非常非常胖 许念念看着就像一个弥勒佛 但是胖得非常可爱 小家伙老气横秋地 坐在许念念和金玉的床上 双手还胸 女人啊 过来 女 女人 许念念有些懵逼 这兔崽子在叫她 还特么一副霸道总裁的口吻 真是见了鬼了 虽然这胖娃娃 看起来一副 转兮兮的样子 但架不住 她长得太可爱 胖嘟嘟的 一双眼睛圆溜溜的 跟黑葡萄一样 皮肤更是又白又嫩 是那种让人看上一眼 就会被蒙出一脸血的小娃娃 许念念特别想把她捞过来 捏捏抱抱 所以 小娃娃一叫她 许念念立马屁颠屁颠地 就跑过去了 你叫我啊 许念念没忍住 这小娃娃实在太可爱了 许念念颤巍巍地伸手过去 掐了一把她的小肉脸 小肉脸虽然表现得很不耐 却没有挥开她的手 你要保护好我 听到没有 啊 保护你 谁要伤害你啊 许念念不解地问 这么可爱的小娃娃 怎么会有人舍得伤害 因为自己怀孕了 所以许念念对小孩子的喜欢更加强烈 尤其这个小娃娃简直萌翻了 软扑扑的小黄毛贴在脑袋上 脑袋跟个球一样 圆圆的 哼 你个白痴 小娃娃不耐烦地说道 语气依旧是霸道总裁范 许念念觉得特别搞笑 抱着小娃娃在她脸上亲了一口 忍不住了 太萌了 小娃娃似乎很受用她的亲亲 傲娇地扭过头去 小肉脸红红的 却还是耿着脖子 提醒道 你上次差点把我搞掉了 以后离坏人远一点 要不是我上辈子 福泽记得够多 早就没了 小娃娃好像很不满她 鼓着小肉脸瞪她 许念念觉得很莫名其名 这小娃娃 一下子让她保护她 一下子说她差点把她弄掉了 这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等等 不对 许念念突然想起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为什么这个小娃娃看起来刚满月似的 居然会说话 而且还条理清晰 真是见鬼了 许念念吓得不轻 并不知道自己在梦里 因为自己就是重生的 所以许念念对于鬼神之说 简直不能再信了 小娃娃看许念念被她吓到 绷着的小脸又软了 小娃娃看许念念被她吓到